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宪主义的经义 立宪主义是一个英文字的翻译 就是constitutionalism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等一下各位就明白了 简单的说呢 你要问说什么是宪法 它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 实质意义的宪法 而不是形式意义的宪法 好 现在我们先看 宪法这两个字要怎么理解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了解宪法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当然是中文字 但这两个字 如果不是法律系的学生 或者没有来念过宪法的人 对于这两个字来讲 他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不要管他的意思 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所知道的重要的人物 他们对这两个字的理解是什么 第一个人当然重要的是孙中山 因为要制定宪法 一直是他民主建国的主张 他说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 一及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 虽然他是个医生 但是他讲的这个宪法 他所理解的宪法 其实是非常到位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从他对于宪法的定义里面 你发现他强调的是两件事 第一 宪法是干什么的 它是用来构造国家的 所以凡是规定国家是构成的 这种法律 广义地说它都是宪法 第二 我们规定这个国家的构造 是要干什么的 不是为了要保障君主 不是为了要保障统治的税行 而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利 所以他有目的 他有形式 他有一个外观 他有一个实质的内容 另外第二个人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起草的重要的起草人之一 张军迈先生 他说宪法是一张文书 A piece of paper 他规定政府的权力 注意那个力圈起来 是power 是gewalt 是pouvoir 是力量 政府的权力 怎么样把它分配到不同的机关 所以在这里隐含的另外一个观念 是要分权 权力不能集中 权力要分开 以达到保护人民安全和人民自由的目的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人他为什么把人民的安全 跟人民的自由 这两件事情并列 现在我们一般在台湾讲 你只会讲人民自由 会不会讲人民安全 人民可能很自由 可能很不安全 比方说你自由的失业了 第三个 我们看一下外国人的理解 他说什么叫宪法 它是the system of laws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所以它可能是法律 可能是习惯 也可能是某一些惯例 which define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powers of organ of the state 它来界定国家的机关的权力 和组成 and regulate the regulations of the various state organs to one another and to private citizens 规范国家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也规范国家和人民之间 私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呢 我们看这个字的意思 这个字的意思呢 最原初的字根呢 当然你们现在认识的英文字 当然是constitution 但是constitution这个字呢 其实呢 是一个拉丁字 constitution这个字变来的 那这个字根呢 它也换成不同的字 如果你要问英国人 它的constitution是来自于法文 你看那第二个字是法文 它的拼法一模一样 只是它的发音不同 是constitution 那第三个字是ferfasson 是德文 那不管哪一个文字 它基本的原意 都是构造组成的意思 所以你们现在去看constitute 它的名词就是constitution 所以它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讲某一种构造 除此之外呢 在拉丁字里面呢 它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它是用来跟lax相对的 lax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理解呢 都是法律 而且是市民法律 就是市民议会通过的法律 但是同时在罗马有皇帝 那么皇帝发的命令呢 就是constitution 所以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 除了构成里外 它有另外一个形式上的意思 至于说中文里面 一般我们讲到宪法 比较早的理解 是在国语这本书里面讲到的 赏善罚间国之宪法 这个意思呢 没有像我们现在讲的 国家构成法 人民权利保障书 这种意思 这个时候讲的国之宪法 大概相当于 这是一种国家的制度 这个意思 是不是好的人应该奖赏 坏的人应该处罚 这是一个国家的法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所以宪法之所以有今天的意义呢 可以说是后来变成的 原来中文字的宪法 没有这么复杂 另外一个意思 大概是说 我们之所以会用宪法 来翻译constitution 有受到日本人的影响 因为我们在接受 西化的过程当中 日本人是比我们先的 那他们原来也使用汉字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汉字 变成我们的汉字 常常有很多中文字 尤其法律用语 基本上是非常接近 好 那我们说什么是宪法呢 第一个简单的回答 就是从形式上来看 什么叫做宪法 那么刚才孙先生讲的这个 基本上已经答了一部分的答案 所以第一点呢 所谓的宪法 就是规定国家构成的法律 就是国家之构成法 那我们在这里呢 要看一下各国宪法力的鸟看 这里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没有办法讲了那么多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只举了三个例子 这三个例子 对你们来讲呢 都不难 你们回家以后 现在的网路资讯非常发达 你们自己上网去 都可以找到中文的翻译本 那你要做的事情 你只需要去把张节的名称 张就好 连节都不要管 把它排列一下 你就可以明白 我说宪法是国家构成法 比如他第一张讲什么 第二张讲什么 第三张讲什么 你只要看这个张名 你就知道他在规定这个国家的构成 那我们现在只看呢 最简约的 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呢 美国联邦宪法 1787年的宪法 它怎样来规定 它的国家构成 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 它开始第一段呢 是前言 所以我们的宪法也有前言 等一下我们会做 我国宪法的鸟看 他讲呢 We the people 这是你们现在在美国 最常听到的话 我们人民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为了要形成一个更完美的组合 establish justice 来建立公平正义 e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确保国内的安宁 你可以想想一个政权出力的时候 是不是很乱 也有强豪 也有土匪 这个国家乱的这样子 那没有社会安宁 怎么讲国家呢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并且要提供共同的防卫 就是讲国防 因为当时有强敌环士 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 进一步我们希望呢 有一般的福利 and secure the blessing of liberty 并且确保我们获得到的这种自由 to 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 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保存 也为我们后代的子孙 确保他们自由的福祉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们因此来颁布 并且建立这个美国合众国的宪法 这是他们的前言 我之所以讲这一段话 你等一下去想一想看 对照一下我们的前言 你会发现大概成文宪法的国家 都会有一个简单的政治性的宣誓 等一下我们会看前言 他能讲些什么内容 现在我要讲的是 美国的宪法原初 并没有宪法征修条文 那是以后的事 1791年以后的事情 现在1787年的宪法 只有宪法本文 本文里面只有七个条文 第一条 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这个section 有很多项 但我只要讲最简单的 第一条就是讲立法 第一条就是规定立法权 大概的意思是说 All legislative power herein granted should be vested in a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ould consist of a Senate and 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美国的所有立法权 集中在联邦国会 联邦国会应该由参议院 跟众议院共同组成 所以美国是两院制的立法机构 好 以上第一条 下面我们就不讲 第二条讲什么呢 这个是立法 接下来就要讲行政 他的第二条就规定他的总统 第二条第一项 The executive power 行政权 should be vested i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有的行政权 通通交由美国的总统 那下面讲他怎么样 其他的细部的事情 所以第二条规定的是行政权 行政权是交给总统 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你猜也猜得到 就是司法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de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ed and established 美国的司法权交给一个最高法院 以及由国会按情况不实 增设的下级法院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司法权 好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讲什么呢 第四条呢 是讲呢 这个邦与邦 或者是州与州之间的关系 OK 因为它是联邦国 第五条呢 是讲到这个宪法 要怎么样加以修改 我们可以听一下 他说呢 The Congress whenever two thirds of the both houses 有两个院 众议院 参议院 如果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 should deem it necessary 认为有必要 should propose amendment to this constitution 就可以提出修宪案 宪法修正案 这是案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呢 当有这个各州 三分之二以上的州议会 要求的时候 那他们就可以召开一个convention 他们要修宪大会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当然就直接提出 修宪的条文 然后呢 征求全体四分之三的州的同意 批准 这样就可以生效 这是他们的这个 修宪的程序 所以第五条是讲 宪法要怎么修改 这个修宪的程序 我们以后到第四讲 因为会对照我们国民大会 还有我们宪法 征修的情况 我们会有再有机会讲 现在在这里只是简单的 让你知道说 它是讲国家是构成 它就这样构成的 这个是第五条 然后呢 还有第六条 第六条呢 这个是谈到呢 这个宪法 它应该是一个最高的法律 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 这是刚性宪法 还有这个宪法制高性的表现 第七条呢 就谈到这部宪法 在多少州 当时只有十三州 所以他说九个州 批准以后就开始生效 至于其他的人权 那这是以后的事情 所以美国的宪法 是一个最典型 最原初的 最阳春的宪法 你可以这样看呢 它是不是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宪法 就是国家之构成法 它就规定国家之构成 那国家的构成 在美国来讲 最重要就是三权分立 所以三个权一定要讲 以次类推 你可以自己去参考 下面我讲了 举的其他的例子 比方说德国的Grundgesets 我们一般把它翻成叫基本法 德国这个基本法 上次讲过一次 再讲一次 本来它之所以叫基本法 而不叫宪法 是因为当时东西德是分裂的 那么他们认为 这个认为你可以说 你认为它是口号也好 但至少它是这么主张的 在国家没有统一以前 没有资格来定宪法 但是西德跟东德 没有统一以前 西德还是有统治的需要 西德仍然需要 有一个国家的构成法 所以他们就说 那这就叫做基本法 那本来讲 有一天统一了 再来考虑 结果呢 统一了以后呢 因为东德太弱了 所以他们就通过了说 我们就这个基本法 就变成全德国宪法 好不好 没有什么反对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没有再去制定一个宪法 连名字都没有改 再下来呢 法国这是第五共和宪法 法国有很多共和 现在是到第五共和 这个1958年呢 这个跟戴高乐有密切的关系 那这个法国第五共和宪法 在我们这个学期 也会经常拿来作为一个典范 因为它是现在世界上少数的 所谓的半总统制的代表 那德国的基本法 当然是内阁制 美国的联邦宪法 当然是总统制 所以这三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三种不同的政府体制 在我们以后的几个礼拜就会出现 好 现在我们回到中华民国宪法来 我刚才开始之前跟你们说 你们要自己去把书做一个熟悉 现在呢要翻到后面 在书的最后面呢 我们有宪法的全文 包含本文还有历次征修的条文 好 现在呢 我们要请同学来帮忙念一下条文 我们上次照我们上学期的这个做法 从你开始吧 好 请你念宪法简言 慢慢地念 我会打断你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 受全体国民之付托 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 为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制定本宪法 搬行全国 永始贤尊 好 可以看一下讲义 你看这一段宪法前沿 跟美国的宪法前沿比起来 我们是比较进步还是比较不进步 美国人说是We the people 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这里讲得很清楚 是谁在定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自己定的吗 不是 它受全体国民之付托 OK 先讲谁有权利 谁在替谁行使自宪的权利 那这个宪法总有一些思想依据吗 美国没有明白讲说 它是依照孟德斯丘的三权分立的想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是明白的说 这是依据孙中山先生 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 我当然理解 今天台湾社会有很多人 对这句话非常的反感 但是你要从一个历史的观点来说 你没有什么好反感 你总有爸爸 你总有祖父 你从哪里来 那这一部宪法是谁在这里主张 谁在这里提倡 那自定宪法的人确实是这么认为 他是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遗教 当然遗教要怎么理解 遗教要怎么解释 遗教要怎么试用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他忠实地阐述了这个宪法的思想来源 接下来谈到了目的 自定宪法要干什么 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你从这个排序上看 你就可以看到孙先生的影响 孙先生主张巩固国权 要在保障民权之前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理解 中国是一个次子民地 国之不国 还谈什么个人 个人是有自由的 像一盘散沙一样 那如果你看到别的国家 他不会讲这个 他可能会把保障民权放在最前面 那当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宁 跟镇进人民福利 这几个跟刚才美国宪法比起来 我们一点也没有少 然后制定本宪法的愿望呢 希望要能搬行全国 永始贤尊 这个当然是一个期许 搬行全国了没 搬行了 很快的就退到台湾来 只剩一余之地 这就是大家每次都要问我说 我们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根本来源在这里 如果大陆没有丢掉 现在我想这个宪法也不会有这样的特别的情境 那现在搬行了全国 希望能永始贤尊 这只是一个愿望 但是宪法毕竟是为活着的人而定的 所以活着的人当然有权利 觉得这个宪法已经不适合我的需要 我可以量身定做去做一些改变 好 以上呢 是看到我们宪法的前言 在这个文字里面呢 比较在法律上讨论多的是 这个刚才这一段话 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宣誓 或者它有某一种法律的效力 如果有法律的效力 请问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力 这个问题呢 非常的有趣 你们看一下今天讲纲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跟上学期一样 我们会有相关的解释 那老师已经帮你们做了整理 下一位麻烦你念一下 四字第三号解释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 四字第三号解释 但是以后还会有 四字第三号解释 是很早很早的解释 你看它的时间 现在各位看一下讲义的第十三页 三 我们从左边的栏位向右边看 三是四字号码第三号 年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一号 我们大法官解释 到我现在讲话的时候为止 已经做了七百四十六 可能不久也有七百四十七 我们最近速度比较快 大家应该都有感觉 还好你们已经念完了人权 要不然你们这个学期 有得增加很多考试的题目 这个很早的解释 这么早的解释 它有它的代表性 那你看一下它讲的什么 好下一位 我国宪法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一教而制定 再在前言 一宪法第五十三条行政 第六十二条立法 第七十七条司法 第八十三条考试 第九十条监察 等规定建制五院 本宪法原始赋予之职权各于所长范围内 为国家最高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相互平等 粗无宣制 好你觉得这一段话是要做什么用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四字第三号解释全部 那我补充一下 四字第三号解释呢 就是大家来问 请问监察院就其主管事项 有没有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的权利 这个事情 宪法没有明文规定 没有明文规定 所以要问大法官 所以要大法官来解释 大法官现在要解释 你看他引述的是什么 前言 前言里面 他说依据孙中山先生之遗教 而制定本宪法 这是写在前言里 接着所谓的孙文遗教 有很多的想法 最重要的一个 在跟本案有关的 叫五权分立平等相为 他是不是讲了 我们宪法就是这样 有行政有立法 有司法有考试 这是不是讲国家之构造 那在这个宪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 都是国家最高机关 独立行使职权 相互平等出无宣址 既然是相互平等出无宣址 所以你就可以猜出答案了 当然 大家就其所长的事项 都应该有向立法院提出 法律案的权利 如果不然 监察院要做什么事 都要经过行政院立法 那行政院不提 监察院不就不要做了 所以你在这里 你发现了 我们的前沿 他有被大法官用来支持 作为解释的论据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 我不敢讲说 它直接有法律意义 但是至少可以支撑 你的法律论理 接下来 有趣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宪法都经过征修 大家都知道 到现在我们已经修了七次 那么不管你觉得 修得满不满意 反正每一次修宪的人都说 确保你几十年长治久安 讲完不久他又要修了 那现在问题是修不修得过 那我们看一下 宪法征修条文 我们现在以最后一次 506页 下一位麻烦你念一下 征修条文 第七次的宪法征修条文 2005年的这一次 它有没有前言 我们征修条文 一样有前言 好 请念一下这个前言 为应国家统一前之需 好 暂停需要 这句话是不是很清楚的讲了 当时的时候 是有这个想法的 国家统一前有需要 好 继续 依照宪法第27条 第一项第三款 及174条 第一款之规定 真说本宪法条文如左 好 那就是讲 它是根据什么条的 规定的程序来进行修宪的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强烈的暗示 我们这个修宪 这个宪法征修 是跟国家分裂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 好 在这个理解下 马英九在哪一年 我现在忘记了 但是就是他当总统的某一年 在一个很重要的 国际法学会的 这个国际会议上面 提出来一个重要的主张 就是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 他说呢 两岸应该互相不承认主权 互相不否认治权 这个想法 我的理解 就是根据这个宪法 征修条文的前言来的 换句话说 他认为既然是一个国家 那只能有一个主权 所以我们不能互相承认 我们有主权 因为我们现在共享一个主权 但是在这个主权的理解下 我们实际上 行使的统治权 不急于对方 他们管不到我们 我们管不到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两岸如果要和平 那就不要互相否定 对方的存在 所以治权不能互相否认 但是主权不能互相承认 不然互相承认 就变成两个国家了 那互相否认治权 那我们就要打起来 又有一个主权 那又互相否认治权 那我们这总也可是叛乱团体 那怎么解决呢 好 那这个就牵涉到现在的政府 要不要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说来说去 这个理由都是相同 背后的想法是接近的 好 那我们现在看完的前沿以后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本文 我们的本文一共有14章175条 现在我们做一个鸟看 鸟看呢 有一些部分 因为今天是第一讲 所以会讲得详细一点 有些部分呢 会比较粗略 以后会讲得详细 好 现在先看章节 第一章叫什么 总纲 总纲这两个字呢 实际上说 很不容易理解它的实质的意义 那我们法律里面 总会有类似这样的困难 那你看这个总纲里面的内容 从第一条到第六条 第一条是规定你是什么样的国家 是不是 第二条规定主权在哪里 第三条规定 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就是人民 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 疆域 第五条 领土之内有很多不同的种族 好像我的理解应该有200多族 200多族是什么关系 第六条 有一个形式的意义 你要不规定国旗 就得规定国都 他先规定你国旗 好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看 简单的说呢 总纲就是 狭义的国家构成要素 以前你们读 那个公民与道德吗 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是不是会讲国家 国家的构成要素 是不是刚才就这几项 通通写在这里 所以总纲呢 总纲就先告诉你 我们是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是怎样呢 我们都给你铺牌了 所以这是最狭义的宪法乃国家之构成法的具体表现 好 我们看第一条 下一位请念第一条 好 我们先讲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共和 这个民主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那共和是相对于君主 我们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共和国 我们只会有总统 那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是君主国 我们一定形式上还是有一个国王 女王 天皇这样的人 那可以是民主共和国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有没有民主君主国 君主立宪 那有没有共和专制 怎么个专制法 中共叫共和专制嘛 你去想想看我刚刚说的这个对照组 我们现在只是看国家的这个形式 是谁来当国家的头 是总统 是共和国 是国王 女王 这种人就是君主国 表面上看君主国的这个国王 是不会改变的 是世袭的 死掉了或换他的儿子 儿子换孙子这样子 但是重点是在这个国家呢 主权在哪里 所以接着呢 我们就会有第二条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上次有讲过吗 这个所谓的民有 民智 民想 这三个部分 是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谈到 但是这个在我们上一次 第十六讲的时候 已经说过一次了 好 那接着我们看第二条 下一位 因为我们是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交代呢 主权在哪里 主权在国民 全体 注意这个全体两个字 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 是大家 是国民 整体 那这个地方会牵涉到 主要是什么叫做主权 我们宪法没有明白地这样讲 主权大体上说 有两个意思 有对内的跟对外的 对内的就是在这个国家之内 最高的权威在哪里 那你从这句话来看 它主要的意思应该是 中华民国之内 谁是最终的权利者 国民 全体 这是呼应第一条 我们为什么是一个 民主 共和国 第二层意思 主权是对外面的人讲 是对其他的国家讲的 凡是在国际社会上 能够享有独立自主的权能 那我们就承认你有主权 那如果你没有主权 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国家 你可能是人家的殖民地 你可能是人家的托管地 你说的话不算 你要听别人 听组织的话 好 第三条 我们讲呢 要有人名 主权已经确定了 是在国民全体 属性已经是民主共和国 那接下来 这个国家是什么人组成的 下一位请念第三条 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好 这句话呢 讲起来有一点吊诡 对不对 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呢 那我们现在呢 先要看的是国籍法 国籍法里面呢 尤其是第二条 它有定义呢 我们现在宪法只有说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这句话说了跟没有说 差不多对不对 那请问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你要去看国籍法 那我们先把国籍法第二条 拿来看一看 我们的国籍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取得 一种叫原始国籍 一种呢 叫做传来国籍 传来就是规划 原始就是你生下来就是的 好 我们看第二条怎么规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属于中华民国的国籍 第一种 出生的时候 父或者母是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非常强调的是学童主义 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 生下来的时候是中华民 你出生的时候 你爸爸或你妈妈是中华民国国民 那你就是中华民国国民 不管你生在哪里 不是才属地 第二 出生于父或母死亡后 其父或母死亡时 为中华民国国民 这种很不幸的 第三种 出生在中华民国境内 领域内 父母均无可考 或均无国籍 所以只有学童找不到了 那才会讲地 才才属地主义 第四是规划 你可以从外国人规划 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那规划呢 有很多条件 第三条呢 它就是讲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现在在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 并且具备下列条件者 可以申请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 我不知道这种人到底有多少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非常抢手的国家 但是它有规定 一二三十很多 那我们随便举第一款例子 你听听看 第一 它下列条件呢 它具备下列各款条件 条件很复杂 有五款 第一 于中华民国领域内 每年合计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合法居留之四十 继续五年以上者 这种人显然非常爱台湾 所以我们愿意考虑让他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那还有其他的我们就不讲了 包含品性 没有犯罪记录 什么什么 那以上呢 至少知道一下说 什么叫做国民 国民是按照国籍法的规定 国籍法主要是才属人主义 而不是属地主义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刚才讲 从宪法征修条文 还有宪法制定的过程来看 这个宪法原来是在大陆制定 希望适用在全大陆 那后来呢 因为大陆沦陷了 所以撤退到台湾 撤退到台湾以后 我们做了宪法征修条文 并没有放弃统一的可能 没有说时间 也没有说要怎样 但是没有放弃 所以他才讲说 在国家统一前 所以做了这样的征修 好 所以现在很自然的问题 那请问大陆地区的人民 现在在大陆住的这些人 他算不算中华民国国民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们上个学期所讲的 所有中华民国人民的权利 那他通通都要享有咯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分裂的国家 都会面临的问题 好 所以现在请看一幕 我们首先处理到的是 宪法征修条文的十一条 十一条是一个法源 来 下一位 麻烦你念一下 征修条文的第十一条 它是怎么规定的 你们现在要 我假如没有特别讲 征修条文就是指 最后一次的征修 在499页上 来 下一位 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 人民权利义务关系 及其他事务之处理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好 这个法律就是我们现在 普通讲的两岸关系条例 全文叫做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 关系条例 我们简称叫两岸关系条例 那在这里面 你现在看一幕 它有第二条 明白的说 什么是台湾地区人民 什么是大陆地区人民 台湾地区人民 是指在台湾地区 设有户籍的人民 大陆地区人民 是指在大陆地区 设有户籍的人民 国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宪法第三条的规定 现在我们在国籍之外 透过了宪法 然后透过了一个特别的法律 增加了一个户籍的条件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 两岸之间一种巧妙的关系 换句话说 你是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可以承认你是 但是你不是台湾地区的人民 因为你在台湾地区没有户籍 那没有户籍呢 户籍为什么是 上一次我们在讲选举权的时候 有很重要的 你要有户籍满多久 涉及满多久 才能够行使你的选举权 用这样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 好 那细节的部分呢 你们还需要去参考 两岸关系条例的施行细则 施行细则老师已经讲过了 它是一个法规命令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次 什么叫法规命令 它是根据这个法律的授权 来补充这个法律的 授权给行政机关 两岸关系条例 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律 但是它不可能 据细米移到所有的细节 所以它一定会在法律里面 加一条说呢 有关于本法的什么什么 有授权有机关 来订定施行细则 那它就会发布这个施行细则 来补充那个法律 所没有规定到 那么两岸关系条例的 施行细则的第四跟第五条呢 就有特别在针对 什么叫做台湾地区人民 什么叫大陆地区人民 在做一个定义 我现在随便举一个例子 你们听听看 在台湾地区出生 其父母均为台湾地区人民 这像大多数在座的都是这样吧 或者一方为台湾地区人民 一方为大陆地区人民者 比方说你的爸爸或你妈妈 有一个是台湾人 有一个是大陆人 这样的人也算是台湾地区人民 如果你是在台湾地区出生的 这样讲清楚吗 你不要小看这个规定 这个规定衍生出来 它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 不同的规范的情形 在这个第四条的第二项 专门是针对大陆地区人民讲 大陆地区人民经过许可 进入台湾地区定居 并且设有户籍者为台湾地区人民 举例子讲 你嫁到台湾来 或者你娶了台湾的老婆 你进入台湾地区定居 并且设有户籍 两岸关系条例 它有很多步骤 你可以进来 然后一次多久 然后要回去多久 然后再来长期居留 然后最后最后才会变成有户籍 这个时间很长 上次我们讲过一个解释 还有谁记得号码 记得的人加一分 那个是谈到大陆地区人民到台湾 没有入籍满十年 不能担任公务员 记得吧 我们才刚刚讲过 你看你们都还给我了 618 细节我不多讲了 你们回去再看一下 那我上次就跟你们讲 表面上看 他说入籍满十年 没那么容易 这样的人前前后后来台湾 绝对不止十年 因为我们有逐步观察的阶段 确保他不是匪谍 没有安全疑虑等等 最后才会让他 有成为户籍的人民 还要满十年才能做公务员 而且那个公务员 是所有的公务员 在618号解释那个公务员 是所有公务员里面 最最最低的职等 委任一职等 在一个小学里面 担任了人事书记 现在这个书记 在大陆很大 在台湾书记就是书记 就是登陆一些记事资料的 这样的人说 他也不能做那个工作 所以他很火大 我能考上 那为什么我不能做 只因为你们这个限制 那你们这个限制 是不是歧视我们 从大陆地区来的 台湾地区人民呢 他是从大陆地区来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台湾人了 那你还说他不能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细节呢 我就不讲了 另外一个第五条 刚刚讲事情细则第五条 他界定什么叫大陆地区人民 你们听听看 在台湾地区出生 其父母均为大陆地区人民者 有没有这种人 有哦 有可能有嘛 对不对 这种人他还是大陆地区人民 如果爸爸妈妈 都是大陆地区人民 都只有大陆地区的户籍 没有台湾地区的户籍 他即使在台湾地区出生 这是有可能的嘛 那这样的人 他还是大陆地区人民 好 到这里可以了 有兴趣的条文 我都已经附在上面了 那么如果你们这学期 才开始修课的 我要多讲一次 凡是附在这里的条文 都是你需要自己上网 去检查的条文 你最好是把它查出来 并且download下来 用你的方法 看你是要列印出来 还是要把它变成电子党 因为这个都是帮助你了解宪法的 我们的宪法没有那么狭隘 刚刚那第三条 你怎么理解呢 那条那条话像空话嘛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 为中华民国国民 这谁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呢 那情况一直改变 除了国籍法 又增加了这么多法 那这些老师如果不讲 你们怎么知道呢 实际上一个情况出来 也不知道怎么认定了 好 第三条讲完下一位请念第四条 有了人民要不要领土 中华民国领土 一起固有之疆域 非兴国民当会之决议 不得变更职 好 这个条文很有讨论的空间 但是我们先讲领土 抽象的来讲 作为一个概念 领土是不是包含一块土地 领土的上空归不归我们管 领土的外面 假如有领海 领海管不管 听得懂我讲话的意思 所以严格来讲 这里讲固有之疆域 疆域其实包含了 领路 领海 跟领空 好 那在这里呢 又有几个重要的法律 你们要一个个去把它查出来 第一个呢 叫做中华民国领海 及领阶区法 那尤其相关的条文 二 三 四 跟十四 十四 我都已经列在这里了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自己去把它找出来 尤其是最后那个 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怎么样画设的 它有一个98年11月18号公布的第一批领海基线 画出来的一个台湾岛这样长长的 然后它找了几个最外面的点 然后把它连成的直线这样连起来 在这个直线里面 是算它的领海基线 从这个领海基线向外算 十二海里 这是我们的领海 再往外 在十二海里 是我们的领阶区 再往外面两百里 是我们的经济专属区 所以你们这里有讲经济海域 还有大陆教程 这几个都是相关的法 这样讲可以清楚吗 那当然领路跟领海的上空 都是我们的领空 这就是我们的疆域 那在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 应该是 如果除了这个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例外 这里就要看刑法第三条 刑法第三条 今天我没有把它列印出来 因为这个文字相对的简单 我念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要控制犯罪 要管犯罪 哪些人归我们管 这个牵涉到哪些人 在中华民国领域 本法刑法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犯罪者 适用之 是不是 中华民国主权 只基于这么大的范围 我们总不能抓人 抓到美国去吧 所以这个人当然 在我们领域内犯罪 适用中华民国刑法来审理 在中华民国领域外 中华民国的船舰 或航空器内犯罪者 已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这个犯罪论 所以这是例外 原则上我们的刑法 紧急于我们自权所及的范围 但是我们有船舰 有扛空器 它是挂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籍的 这种人 这种船舰 跑到了美国 跑到其他地方 在这上面犯罪 也要适用中华民国的刑法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例外的规定 那这个规定当然实际适用的时候 可能会有争议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商人 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忘记了 王什么 他们不是坐着飞机吗 那你说 他是不是现行犯 那你真的能不能抓得到他 这要看他落在哪里 听得懂吗 比方说落在美国 美国说不行 你抓得到吗 落在大陆 你抓抓看 是不是 举例说了 现在两岸之间不讲话 我们最近不是才有200个吗 在西班牙 因为有从事国际诈骗 然后受骗的人 受害的人 大多数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 大多数看报道 是大陆人 所以大陆说 这些人要遣返大陆 这些人就遣返了 那以前听说 因为这样的情形 被遣返的人 我们是 台湾会派人去探视 现在因为两岸不讲话了 所以探视的机会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现在处境如何 真是不知道 那这个有没有人 现在好像也没有人 替他们再说话 你要记得人权 是所有人的人权 所以不是哪一个 党的人的人权 这个是所有政府 都应该有的责任 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解释 是328号 因为这个解释 是针对我们这句奇怪的话 第四条有没有奇怪 它说领土是依其固有之疆域 固有之疆域是什么意思 元朝 唐朝 是哪一朝 还是清朝 康熙年代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 不得变更之 所以第四条 与其说是在界定 我们的疆域是从北围到东京多少 还不如说 我们的疆域是怎么样才能变更 那对于什么叫疆域呢 它反而用了非常模糊的语句带过了 好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固有之疆域 会不会有人来申请大法官解释 会吧 好 下一位请你念一下 328号解释 这328号解释呢 是有很多地方都有用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他讲了什么 最关键的部分 老师已经再出来 请 所以你们问我干嘛 你不要问我 你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吗 我说了算吗 我说了能执行吗 好 在这个解释是讲 什么叫固有之疆域 大法官用了所谓的政治问题 作为理由 没有给予回答 这件事情呢 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 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原则 doctrine of political questions 这个是不属于违宪审查 或者司法审查的范围 换句话说 违宪审查的人 大法官也知道 自己的权利有一个界限 这个是事物本质的界限 这种问题是要政治部门去决定的 不是我们决定的 那你不相信 你看这个第四条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 那也是只有国民大会才能变更 那你要问国民大会 或去问政治部门 他们怎么界定 怎么来问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好 以上呢 是有关于什么 第四条 故有之疆域的问题 那当然你们会问说 那程序是怎么变更呢 好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 在我们宪法里面 对于宪法变更 宪法的变更 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宪法条文的变更 一种是因为 第四条讲了 要写在第四条里面的 故有之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 所以有关于领土的变更 也变成是宪法的变更 我讲有听懂吗 好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规定在哪里呢 下一位请念174条 我们宪法变更包含领土变更的依据 程序是写在174 下一位174 宪法之修改 应依左列程序之一为之 二者之一 随便哪个都可以 好 第一款 由国民大会代表总和五分之一之提议 三分之二之出席 即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决议 得修改之 这个是不是国民大会自己提议 然后自己修改 自己就通过了 这是第一种 好 第二种 由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四分之三之出席 即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 拟定宪法修正案 提醒国民大会复决 好 暂停一下 这种情况是不一样了 这种情况是立法院先发动 但是他只能提出宪法修正案 然后送请国民大会第二个机关去做复决 要看他同不同意 当然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复决的时候是全案通过 全案不通过 或者是复决的时候 可以把立法院提出来的宪法修正案 改得个体无完肤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如果照这个文具上来看 好像要么就通过 要么就是不通过 这样的意思比较大 是不是 好继续 此项宪法修正案 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制 好 我来请问一下 这一句话 最后这一句话 第二款的最后这句话 是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为什么这个宪法修正案 要在国民大会开会前的半年公告制 有没有人能回答 我们宪法的规定 言简意概 没有一句废话 他这样写一定是有道理的 首先你从这句话看 请问你 国民大会是一天到晚经常开会吗 不是嘛 一定不是 不然他不会这样写 第二 那为什么要在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 为什么不是前一天公告就好了 什么东西太大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先不管疆域要不要修改 我们现在讲宪法的修改 宪法修改改一条也是这样改 宪法的修改改一条包含疆域改一小部分 现在跟大小 跟标的大小 跟内容多少 没有必然的关系 这个是不是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主权有关 你觉得国民大会可以偷偷地修改吗 为什么要公告半年 公告就让大家都知道 国民大会代表代表谁 代表国民 我们有意见 不是你们说修改就可以修改了 在当时因为国家很大 通讯不发达 没办法 只好有国民大会代表 在今天的话 我们这个修宪的程序已经做了改变了 他不会这样写了 你觉得还需要人代表你吗 还是你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我们本尊 其他人谁敢替我同意呢 好所以我们现在四有修改 那么现在修改的文字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讲纲上面有 是真修条文 真修条文第一条 下一位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权举人 与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 是不是 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 立法院怎么会提出宪法修正案 除了174条以外 我们真修条文也有规定 它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 或者是领土变更案 好两案都是 然后继续 公告半年以后 再过三个月要复决 这个文字都写得很不好 先要公告半年 公告半年以后 就必须在三个月内投票复决 也不可以拖得更久 然后不适用宪法第四条跟174条 所以174条已经被我们改了 国民大会也不见了 所以现在不是国民大会来复决 不是国民大会复决 那是谁来复决呢 我们看一下真修条文第四条第五项 下一位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会碰到条文 真修条文第四条第五项 来 好所以提案还是立法院 好继续 好有票票 就是这里 这是不是很难 你现在要变更领土 要全体 有投票权的人 一半 同意 才能改变 听得懂吗 我知道有人会说 这是鸟笼公投 还好有鸟笼公投 不然我们可能每天都变更国土 怎么办 宪法每天修来修去 这个宪法很难稳定 这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没办法的办法 好 那到这里为止 我们已经把领土变更的这些问题 基本上讲完了 好第四条说完了 现在我们看第五条 下一位 中华民国又民族一律平等 好请问你这条跟第七条 麻烦你也同时念第七条 就差一点点距离 中华民国人民无非难与 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还记得第七条 是我们上个学期一开始 花了很多时间讲的平等权 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 第五条跟第七条差别在哪里 第五条讲的是什么 民族 民族是一个整体吧 汉族 歹族 白族 什么族 是不是 那第七条讲的是个个人 然后第五条放在总纲 第七条放在人权篇 不一样 我们保障的是个人人权 不是保障的一个种族的权 但是我们的宪法因为注意到中华民国境内有很多种族 即使在台湾现在我们所认识的原住民也有十几族吧 到底有多少族有争议了 但是有十几族嘛 好 所以同样的道理 不管它是多少族 只要在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应该都一律平等 那你们觉得这个宣誓是什么意义 这个宣誓不是放在人权章 那这个要产生什么作用 听得懂吗 放在人权章的保障每个个人 所以你不可以歧视我 不管我是什么人 是什么族类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各民族都要平等 那你再往后看呢 我们后面有很多章节 尤其是到选举 它有特殊的考虑 它都有特殊的照顾 基本上尽可能地体现到每一个民族 都让它能够平等 那第六条呢 我就不讲了 那是牵涉到我们的国旗的问题 好 这是一个象征 那国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焚烧国旗够不够成犯罪 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我知道蔡丁贵最近又焚烧国旗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这种案子在别的国家有 但我们台湾的目前为止 大法官还没有受理 有一个案子曾经有类似的情况 但是大法官决议不受理 好 以上呢 是最狭义的国家之构成 那接着比较广义的来讲 第二章 人民的权利义务 是不是也是牵涉到国家之构成 因为这个国家主要是人民组成 这个国家自限的目的是 要保障人民的权利 所以人民权利不要写 那怎么保障呢 那人民的权利义务里面 上学期讲过 除了第二章以外 还要同时关照第十二章 因为第十二章是对于我们的人民 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 那个条文的补充 所以第十二章就是选罢创府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才相当于我们整个的人权规定 这是我们非常特殊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非常广义的国家之构成了 那你只需要跟着我向往后翻条文 第二章人民是权利义务以后 加第十二章 从第三章开始 是不是都是国家机关 第三章国民大会跟着翻 第四章总统 第五章行政 第六章立法 第七章司法 第八章考试 第九章监察 好到这里为止 我们所熟知的五权宪法 五权中央的五院都出现了 但是你说它叫五权宪法 你觉得这么称呼它 贴切吗 它真的只有五个吗 这里明明多了总统 跟国民大会 怎么理解呢 如果这两个权力 如果这两个机关 是没有权力的机关 那写来干什么呢 不可能嘛 所以我们的宪法 说它是五权宪法 其实是一个简称 它绝对比五权宪法要复杂 因为你看它权力机关 就这么多个 那以后的情形 我们讲到了 我们再来讲 这样可以了吗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它是在规定国家制构成 另外呢 有念过国父遗教的 或者孙中山先生学说的人 就主张 就知道呢 我们中国 从以前到现在 包含到现在 只剩下台湾这异于之地 仍然一直不断地碰到的问题 就是中央跟地方 要怎么划分权限的问题 所以我们宪法 除了第九章 到监察 这中央机关都讲完了 它一定会有第十章 你看这个张明 叫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老师在讲义上打了两个 刮胡又加了两个字 划分 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样子讲呢 是没有讲到要害 要害就是在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它不是只是讲权限 它重点是在区别 什么是中央的 什么是地方的 这个学期到了稍晚一点 我们也会讲这个条文 那么有中央跟地方的权限划分 应该就已经够了 那为什么还有十一章地方制度呢 你们觉得地方要是什么样的制度 中央需要管吗 你看我们的第十一章有两节 第一节讲省 第二节讲县 台湾地区还有乡镇 乡镇这种东西没有出现在宪法上 它不是我们宪法的地方制度的单位 我们宪法上的地方制度 只有省县二级制 你们过去读历史 有省县 有州县 有州道府县 反正不同朝代乱得一塌糊涂 不是吗 那我们现在宪法只有二级 那为什么还需要规定地方制度在宪法里 这个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定性 自己是单一国而不是联邦国 如果是联邦国 它大可不管 比方说你麻州 你麻州底下要怎样 我管那么多干嘛 那是你麻州的事情 你麻州应有权权的决定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是单一国 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一般性的规定 那细节可以让你们地方去 但是原则就是这样 它只有省县二级 至于说台湾地区的 那是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是写在宪法 不是按照宪法 来实施台湾地区的地方制止 以后到了这里我会讲 好 现在在本宪法到这里 应该讲到国家是构成已经讲完了 你可以想象中央地方全线划分 已经全部都说完了 所有的国家机关都讲完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 是在第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上个学期 在讲基本人权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那现在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位麻烦你念一下 十三章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 十三章有节 十三章叫基本国策 第一节国防 第二节外交 第三节国民经济 第四节社会安全 第五节教育文化 第六节边疆地区 你不能不佩服自宪的人 他是很有眼光的 他不只是想到这个国家构成 他还想到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构成 他的实质理想是什么 不然怎么叫基本国策呢 好下一位请念一百三十七条 第一上中华民国之国防 以保惠国家安全 文物世界和平文目的 好暂停 你们认为这句话写得好不好 大国的国防是这样 小国的国防也是这样吗 哪里需要像习近平一直讲说 中国不会与其他国家为敌啊 那不需要这样讲吗 不是吗 大家都很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啊 那中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是以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 好了 再下来外交呢 下一位请念一百四十一条 中华民国之外交 因本独一自主的精神 平等会为之原则 对目方较尊重条约即将的国县长 以保护侨民权利促进国际合作 提倡国际生意 确保是这种 好不好 有哪一点漏掉了 你可能觉得这是官样文章 那你觉得很不服气 你写写看 这种文章很难写 而且这种文章写了还要能执行 进退还有有据 不是吗 我有讲错吗 好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当然 是在第三节 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这一节 我认为是这部宪法 反映孙中山先生学说的精华所在 那孙中山先生对于这个国民经济 他的民生主义 他有一套想法 那除了武权宪法 这是民权部分的反映以外 第三章 这个国民经济是有很多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条文看一下 这几个条文呢 因为大法官解释 常常会用到 好 下一位麻烦你念 143条的第一项和第二项 土地问题是困扰中国传统几千年以来大问题 几乎没有一个改革不牵涉到土地 中共也是靠土地改革起家的 不是吗 我讲错吗 如果你们有兴趣看张居正 张居正也为土地烦恼的不得了 那土地是怎样呢 143条 下一位 第一项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 你看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社会 土地 土地是谁的 是国民全体的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 那我们都不能有四人土地了 也没有这样讲方向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说 是依法取得土地 然后 应受法律之保障限制 他既受法律保障又受法律限制 只有土地因造价纳税 这不必得造价收买 这是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基本上 他是希望土地可以民用 但是土地基本上是国有 任何个人在什么时候取得那个土地 多多少少是by chance 你不能太啊吧 要不然他这个土地问题很难解决 那你再看第二项就更有趣了 下一位 这样子清楚吗 你家底下正好有金矿有煤矿 这个都是你的吗 这跟前面那个条文 前面第一项对照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精神 为什么是国有而民用 这个话当然讲是很容易讲 做是很难做 我们需要有一大堆的土地法规 我们土地法规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现在政府常常要征收人民的土地 然后常常为了征收的价值 产生了一些争议 所以社会上有关于土地的抗争 常常挂着所谓土地正义的抗争 每天都有 好 那第三项呢 他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 由国家来征收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收了以后 归人民共享值 然后呢 国家对于土地的分配跟整理 要以福祉自耕农 以及自行土地使用人为原则 那所以在台湾地区 实施的耕泽有期田 到目前为止 跟这个有关 但是我们仅限于农地 现在我们的问题已经脱离了农地 而是到其他地方的产权不均了 今天报上还有一个报道 说台湾的有权人 平均每个人有四户房子 有的人穷到一户都买不起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要贯彻平均地权 恐怕也得要限制 能够持有的土地面积 不管是农地 或者是其他的住宅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了 在这里已经明白了 那到了社会安全呢 社会安全我们看一下 最重要的一个条文 下一位麻烦你念 第157条 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 以普遍推行卫生保健 事业疾控工医制 这一条对我们整个的医疗卫生体系 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要推行工医制度 另外一个条文155条 国家为谋社会福利应该实施社会保险制度 然后人民之老弱残废 无理生活 受非常灾害者 国家应予以适当的辅助与救济 你觉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看人饿死穷死见死不救的国家吗 这个能做到多少是一件事 但是在自建的时候 它已经预期了 除了我们的权力要这样分配 国家要这样形塑以外 我们有一些理想 我现在就跟你讲这是理想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基本上是你要用最白的话讲 就是一个非常民生社会福利国 就长成这样的国家 下面对于教育文化 它还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定 应该要怎么样 对于边疆地区它也非常担心 你看一下168条 下一位 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 中华民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是不是有关系 那个平等不是表面上的平等 它是讲到实质上 你比较穷 你比较弱 国家弱是不来帮助你 你怎么富起来 是这个意思 那能做多少 这些可能都需要用法律 但是这至少是立法的一个方向 好 最后一章14章 就是宪法的修改经施行 这个宪法要怎么修改 刚才已经讲过了 好到这里为止 应该已经没有问题 可以确认 我刚才说 宪法是国家是构成法 这个构成 从最小的构成 到最比较大的构成 都都写在这里面了 你看这个章节的意思就是这样 好 第二层意思 形式上说 它不只是构成 它还是这个国家构成的根本大法 这句话孙先生也讲过 宪法者国家是根本大法 为什么它是根本大法 根本大法跟普通的法 有什么不一样 好 用简单的讲 就是下面讲的所谓的宪法制高性 英文是supremacy of the constitution 德文是forum de facon 宪法是优惠于其他法律 宪法在这个一国体系之内 拥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那么宪法的效率是要高于法律的 好 下一位麻烦你念170条 什么叫法律 宪法所称之法律 未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之法律 这样讲有清楚吗 所以什么叫法律 是非常形式的 它不可能有鱿鱼的空间 立法院有没有通过 立法院通过总统有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他就不可能 所以这个一定是形式上的法律 那这个形式上的法律是人民的代表 立法委员代表人民通过的 而且总统也是民选的 总统没有退回去复议 没有把他否决 所以两个政治机构都同意了 才有办法变成法律 好 那法律的效力跟宪法如何呢 下一位请念171条 这个我们在上学期都讲过 我们现在又重新复习 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请问是哪个无效 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是宪法无效还是法律无效 法律无效吧 这应该没有怀疑 但是我要这样问你们是 因为如果不念法律的人 你这样子雄雄甘门 他会吓一跳 他真的不知道哪个无效 我们的意思很清楚 先讲什么是法律 看起来很了不起 但是法律抵触宪法者无效 所以谁高 宪法高啊 这样讲有听懂吗 好 那除了法律以外呢 还有一种东西呢 叫命令 但是呢我们现在法律 有没有抵触宪法 谁来解释呢 你看171条第二项 马上就讲 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 发生一意时 由司法院解释之 司法院是谁 就是15个大法官组成的 这个审判机关来解释 所以很清楚哦 我们的宪法是有控制 法律不可以抵触它 然后并且设立一个特别的机关 叫司法院由大法官组成 来解释法律 有没有违反宪法 好 下一位麻烦念172条 除了法律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叫命令 命令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 所以是哪一个无效 命令无效 命令无效的情况有两种 一种是命令抵触宪法 一种是命令抵触法律 这样讲清楚吗 那命令有没有抵触宪法 算不算宪法解释 应该算吧 我们解释宪法 包含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命令有没有抵触宪法 但是命令有没有抵触法律 算不算宪法解释 应该不算吧 这是普通的司法 机关就可以做了 不一定要大法官嘛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呢 看一下那个图形 这个图形上次有没有出现过 这个是一个Hans Kelsen的Stufen Theory 那这个是Hans Kelsen这个人 他所提出来的 他认为在一国之内 所有的法规范 并不是散乱凌乱无章的 而是有一个体系的 从最上到最下 那么最上面那个 它叫做Groomed Norm 或者叫Basic Norm 那个东西呢 可能是一些原理 可能是一些原则 要换在我们的话说呢 可能是孙中山先生之遗教 这是一个原则 一个指示 接下来呢 具体的文字呢 就会是宪法 然后宪法 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所以宪法是一国之内 最高的成文规范 那么相关的条文就写在这边了 那现在看讲义呢 需要注意的是呢 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在这里我们讲到命令 命令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行政程序法150条讲的是第一种命令 看那个头影片 法规命令 法规命令第一项有界定 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权 对多数不特定人民 就一般的事项 所做的抽象 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规定 这个细节要讲很久 我只要简单的讲 命令就是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 跟法律是立法院通过 总统命令公布的不一样 所以命令是行政机关订定的 但是行政机关订定命令呢 大体说有两种 第一是法规命令 你看这个文字 要定法规命令 要不要有法律授权 没有法律授权 它不能做法规命令 所以这也叫传来命令 这是立法院把这个权力传来给你 有授权给你 你才能定 那这个定出来的法规命令 它会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 只要你不抵触授权的母法 你爸爸叫你去买一包烟 你买了一地堆苹果 这个可以吗 如果你买的是一包烟 管你什么烟 那个烟就是烟 那就产生烟的效力 就跟那个法律是一样的 好 这个是讲到这个法规命令 另外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命令 它不是法规命令 它是另外一种命令 叫做行政规则 你看159条 就有定义 行政规则 是上级机关 对下级机关 长官 对属官 依照它的权限 为了规范 机关内部的秩序局运作 所做的 不是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一般抽象规定 比方说 我先跟你讲 台北市政府员工 第二款 如果是为了协助下级机关或属官 来统一解释法令 认定事实 行使裁量权 而定班的解释性规定跟裁量基准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四四含令 比方说 税法上讲的 什么什么税 这个什么税 包含这种不包含那种 包含这种交易形态 不包含那种交易形态 包含发生在台湾地区的 不包含发生在台湾以外地区的 它有很多这样的解释 那这些含令呢 都是所谓的行政规则 这样讲有清楚吗 那我们现在讲的说 这些都是命令 不管是哪一种命令 都不可以抵触法律 这是我现在要讲的 那么除了命令不能抵触法律以外 有些东西 可能看起来跟命令很像吧 下一位麻烦你念 大法官四字第154号 牵涉到判例 这个判例对你们来讲是很陌生的 因为可能是现在为止才看到 看一下154讲什么 暂停一下 这个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那是早期的 好这个法律说 我们可以管什么事情 可以解释什么 好你继续 你向最后管关于确定 中局裁判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 好只要是确定中局裁判 比方说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或工程会 它所适用的法律或命令 那我们就可以拿来解释有没有危险 在这里所谓本来只是法律或本来只是命令 但是大法官说它不只是这样相当于法律或命令的 比方向判例 这个也是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大法官说 这些个判例在没有变更以前 具有拘束力 这个判例跟判决先例不一样 再讲一遍 判例与判决先例不同 判决先例只要是判过的 它都是先例 但是判例是从判决先例里面挑出来 然后经过了一定的程序 特别是有个判例会议 然后审查过 好说这个具有代表性 然后把它公告出来 那这样子变成了判例以后 对下级法院的法官实际上就有拘束力 好所以大法官说 那既然它实际上有拘束力 它是不是就相当于命令 所以如果你确定中局裁判 你不是引用法律 不是引用命令 但是引用一个相当于命令的判例 来做成决定 那这个判例有人说它违宪 难道大法官不能审吗 如果大法官不能审 那判例违宪就没救了 所以大法官在154号 就扩张解释说这个命令 包含跟命令相当的判例 接着374号 又把进一步扩张 除了判例之外 常常法官会议会做决议 法官开会也常常说 哎呀这个问题现在很难处理 有人说应该是这个罪 有人应该说那个罪 假说以说丙说 大家来图个票 图完票以后 我们所有的法官就这样办 这样办 那你说这个决议像不像命令 听得懂吗 它还不是法律 但它有没有一定的拘束力 有啊 所以大法官如果不审 万一这个命令 或者这个决议 或者这个判例违宪 就没救了 在这里我是让你们知道说 大法官在这里解释 扩张解释了 什么叫做命令 那么接下来 刚才那个条文171条 不是说命令有没有 法律有没有抵触法律 由司法院解释 然后我刚也问你们172条 理论上讲 虽然没有171条第二项 但解释上应该也是一样 既然你认为命令 有没有抵触宪法 也是宪法解释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 大法官解释的范围 那么有关于宪法解释 目前呢 我们上个学期讲过很多 现在我先做个总统的整理 第一个 确定的 一定有的 抽象的规范控制 我们在审查 法律或命令 有没有抵触宪法 不是吗 171 172 这个也没有问题 比较有问题的是 不是法律 不是命令 而是具体的行为 比方说 总统今天突然宣布戒严 但是不合户戒严的要件 总统今天发布紧急命令 但是没有紧急事由 举例说 或者没有经过紧急命令的程序 那比方说 司法 现在最高级的法院 比方说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或工程会 他做了一个裁判 人家说 这个裁判本身违宪 裁判 適用的条文 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么解释这个条文 这么解释违宪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执的 也就是现在 司法改革会议 正在开 要不要有宪法宿院 这个事情上个学期 讲到现在讲的起码 十遍不止了 好 再下来 考试院 他所做的评选 会不会违宪 监察院所做的弹劾 纠正等等 行使职权 有没有违宪 所有有宪法上 有权力的机关 他做的决定 有没有违宪 举例子讲 今天监察院 可不可以通过一个法律 这个听起来很夸张 现在监察院是不太可能的 比较可能的是 立法院可不可以做成一个 弹劾的决定 把监察院的权力讲来 他们现在不是要废监察院吗 但是最近的说法说 先完成阶段性任务再来废 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导论 不是吗 今天不是补题了好多人吗 那不管怎样 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除了抽象的规范审查以外 大法官的宪法解释 应不应该包含具体的权力控制 既然所有的机关 都有遵守宪法的义务 那么如果有机关 行使权力 预约了宪法的界限 侵害到别的机关的权力 那不是大法官要管 谁要管 这是不是宪法解释的范围 这一点目前还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认为应该是这么解释 为什么 下一位请念173 是由司法院为之 好 请问171条 第二项才说 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发生疑异 由司法院解释 为什么173条 在172条之后 又要强调一遍 宪法的解释由司法院为之 是不是表示 宪法解释的范围 不只是171条第二项 那一种情况 我讲话有没有听懂 否则173条 起不成了罪文了吗 干嘛讲这个废话呢 表示我们宪法解释的范围 应该不只是171条第二项 171条第二项 是一种抽象的规范审查 那个法律有没有抵触宪法 那我现在讲的 我问的问题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具体行使权力 超过了宪法的界限 难道大法官不要管 这不是宪法解释的范围吗 这样讲清楚了 好 这个图形已经讲过了 就不讲了 好 以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最重要的部分 最难理解的部分 讲完了 宪法是什么 就是国家是构成法 国家是构成 包含了 宪法是国家 所有法律里面 效力最高的 不能抵触它的 这个形式意义都讲完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国家 有形式意义的宪法 能不能说这个国家 就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呢 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 都有形式上的宪法 但是它没有我下面讲的 实质意义的宪法 你去对照我们的对岸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所谓实质意义的宪法 就要回到宪法的目的 宪法是用来限制国家权力 注意那个力 用来保护人民权力 注意这个力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当国家有power 人民通常就没有right 人民的right跟国家的power 两个是相对立的情况 当人民有权力 宪法上的权力 国家的公权力 就是不应该去侵害它 那如果你承认这是国家的公权力 那通常人民就不在这件事情上 享有权力 那如果你要实现这个目标 要怎么做呢 第一 应该是要建构一个制衡而有限的政府 英文叫做 A balanced and limited government 怎么样这个政府 它的权力是会受到界限 受到限制 并且跟其他的部门 还能保持均衡的 这里首先就牵涉到 宪法制定的时候 它有一些underlying principle 有一些更为基础的一些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权力分立的原则 刚才我们在表面上看到 国家有好多好多的机关 那为什么不是一个机关 以前古来的皇帝 什么全都在他的手里 那现在把国家的机关 权力做了拆分 并且要相互制衡 这就是确保政府 所有机关的权力 或者是政府部门的权力 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通通在行政 也不可能通通在司法 我们上次上礼拜讲过 你觉得Trump上海很急 他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他说他答应了选民 所以他禁止那七个 主要是回教国家的人民入境美国 结果申请联邦地方法院 法官裁准说 那个命令暂时停止执行 他不服上诉还是输掉 现在这个命令 还是在暂时停止执行的状态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你总统有权 是你可以发布命令 但是有人可以制衡你 你的命令如果违宪了 这个命令就不能产生效力 那跟制衡你的人 在美国跟在台湾有点不一样 美国是所有的法官 他适用裁判个案 需要适用到宪法 他都能用 台湾的话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极权式的危险审查 只有大法官才能解释宪法 普通法院的法官 是只能申请大法官解释宪法 他不可以直接解释 所以不会像美国那种法院 说我一个地方法院的法官 就把你挡住了 但是总统可以不服 可以去上诉 最后他也是可以走到 也有可能可以走到 联邦最高法院 好 第二个呢 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观念 非常重要 这是中国 传统没有的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是相信或者是追求 盛君贤相 有权力不是坏事啊 有权力的人 造福百姓就好了 所以一个皇帝 他能用很能干的宅相 那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 这是中国人 非常传统的想法 但是跟西方的宪政 或者立宪主义 是不一样的 我们自由主义的传统观点 是相信人民自己 不相信国家 我的事情我自己照顾 照顾不好我认了 但是我不要把我的事情 交给你来照顾 第二个 这里面牵涉到呢 对于人性的理解 圣君贤相 是一个很高的期待 我们对人的道德 有很高的期待 有很高的信赖 你们真的相信这个吗 还是你们觉得 所谓的Lord Acton 这个人讲的话 比较可靠 他说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权力倾向于腐化 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化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像 所以西方人实施宪政 要把权力拆分相互制衡 以便建构一个制衡 而权力有限的政府 一开始就跟孙先生讲说 我们要追求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害我们中国人传统 要一个圣君贤相 无所不能 造福百姓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到底要怎么办 这是大家自己要去决定的 中国人追求这个理想 追求了至少2000年 有历史以来2000多年了 哪一个哪一个时候出现的 谁叫圣君 又有几个贤相 还是人民自己要觉悟了 那种理想很难实现 我们还是靠我们自己比较可靠 那当然在台湾地区 至少最近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实施的民主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也感到很失望 真的有对老百姓比较好吗 但是如果你去反抗以大陆来作为对照职 那你真的觉得习近平做的是比较好的吗 这个事情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要怎么办 这个没有一个表面上那么容易的答案 以上是你要所谓有实质宪法的第一议 第二议是我们上个学期讲的主要部分 就是要建构一个法制的政府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提倡法制 法制这个英文德文法文都有不一样的写法 它的意思有一些个不同 但是我现在不要去讲它的不同 我要讲强调它的同 就是要把政府绝对的权力 纳到法规范的控制下 最具体的例子 你看讲义上讲的 德国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三项 国家有三权对不对 立法权应受到合乎宪法秩序之拘束 立法权可以爱怎么立就怎么立吗 不行 立法不能违宪 立法必须合宪 行政权与司法权 应该受到法律跟法的拘束 所以要依法行政要依法审判 没有一个权力可以置于法之外 凌驾于法之上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法制主义 你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确保人民的权力 才能确保国家不会滥权 那这个细节的问题 我们十六讲讲过很多 那我就不再多讲了 你们自己看一看 现在我只要简单补充几点 有关依法审判的原则 大体上我们上个学期 在讲到诉讼权的时候扯了一些 现在你再看一看做个整理 首先你是不是要去一个法院 法院里面会有很多法官 来组成不同的法庭 但是那个法庭要是公正的 去法院跟去拔签不一样 如果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庭 去法院干嘛 第二 我们去了法院 要有一套程序 来审理我们的争议 我说我赢 他说他赢 我说我对 他说他对 谁说才对 要不要有一套程序 来认定事实 并且来解释适用法律 在这里面有个先跟后 还有一些个程序的问题 这里是讲到 司法一定要有个程序 以确保整个的审理是公平的 再下来 因为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这个事情从理论上来讲 只有神才知道 说不定笨的神还不一定知道 神也会被谋蔽 对不对 那人怎么可以当神呢 但是在我们现实世界里 既然找不到神来做裁判 只能人来裁判 那人怎么办呢 所以人充神职 那人既然充了神职 你就要承认人会犯错 人会犯错怎么办 就要准许上述 这样讲意思听懂了吗 为什么要上述 因为就是怕你弄错了 弄错了还有救济 但是再怎么上述 总有一个极限 你不能一直上述 永无极限 但是按永远不能定 是不是 好 那有关于诉讼权 上个学期讲过 这学期不必再多重复了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大法官一直不再强调 不断的强调 有权利就有救济 你有这个权利 或者是法律上的利益 那你就应该要有个途径保护你 不准许你到法院去告 那你就没有救济的途径 在这个问题上 大法官可以说是贡献非常的卓注 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争议 基本上没有任何争议 是不能到法院的 只是到法院到多少次 是多快速度到法院而已 那这件事情 我相信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因为在过去有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告 告也告不赢的 但现在不会是这样 另外一点还要强调的是 到法院去 这是一个刑事 这走的是一个程序 那么人也不是神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要相信他 他的判决 为什么有值得我们信赖的地方 他的正当性在哪里 这个牵涉到一个很难谈的问题 就是司法独立 下一位麻烦你念530号解释 在我们今天解释要旨里 530是相对比较新的解释 现在法第80条规定 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 根据法律独立判决 不受任何干涉 明文揭示 法官从事审判 謹受法律之拘处 不受其他任何刑事之干涉 法官之身份或 只为不因审判之结果而受影响 法官为本良知 根据依据法律独立行使 审判职权 审判独立乃自由民主宪政之序 权力分立与制衡之重要原则 为实现审判独立司法机关应有其自主性 好这一段只要念到这样子就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审判要是不能维持独立 审判的正当性起码去掉一半以上 这样讲有没有清楚 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审判 或者政治部门或者是政党可以介入审判 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司法独立 没有审判独立可言 没有审判独立可言 为什么你的审判可以拘束我 你凭什么你的正当性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好那下面讲到即时有效的救济 这也是诉讼权的范围 注意那个字是timely ok 那上个学期我们有讲到 有一些跟人生剥夺 人生自由之剥夺有关的 因为审判有24小时的那个规定 所以大法官在708号跟710号 创造的另外一种即时救济的制度 那个急是立即的急 而不是这个及格的急 这我都已经讲过了 我又给你们复习了一遍了 再不记得要赶快拿出来看 它是不一样的事情 一个官司打几年 是正常的 讲不好听点呢 还来得及timely timely可以解释 但是如果是即时 那个急是promptly 那是24小时之内 或者顶多超过一点点 当事人一提出申请 24小时内就要到达法院 让法官来审理 当然他提出申请的时候 可能已经超过24小时 但是再怎么样也是很快 那我们现在讲这个timely 可能一个审判审三年审五年 这常有的事情 但是这也牵涉到一个观念 所谓慈呆的正义不是正义 人都死了 你才还他公道 还有什么用 没用了嘛 那上次我讲过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现在的选举诉讼 一个官 比方说县长 任期只有四年 他选举的时候产生的舞弊 可能使他产生当选无效 那你这个选举诉讼 不赶快审结 他都已经做完了 你说说他当选无效 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要那般怎么样 你总不能说他前面做的事情 通通都无效吧 那这个世界不得了 这个秩序要怎么重来过 所以 所以现在我们选举诉讼 原则上一个省级半年就要结束 好第三个 除了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 我们还要构建一个民主的政府 要把国家的权力纳到全民的控制之下 你看这个英文字 Bring the absolute power under popular control 怎么样能够popular control 这跟我们宪法第一条非常有关系 我们第一条不是说 中华民国是一个民有民主 民有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国吗 以前都讲过 这里再重复一次 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太重要了 相对于大陆 这几个字太有用了 所谓的民有就是of the people 那是表示 the government is composed of the people 政府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政府 政府是抽象的 是空的 它是由人民具体来组成的 所以没有世袭的统治阶级 也没有哪一个党 是永远叫做统治党 叫做执政党 没有这种东西 你不准许别人挑战你 那你就是个专制 不管你是一人专制 还是一党专制 它就是个专制 在我们民有的宪法里 我们没有统治阶级 所以今天你被人民选上 你是总统 你卸任你就不是总统 蔡英勇跟马英九例子 你们自己看 就是这样子 第二 那你说你凭什么统治我 那就牵涉到by the people 民有 民智 民智的意思 is the government is chosen by the people 政府从哪里来 政府从人民那里选出来 因为从人民那里来 所以他必然要向人民去负责 那人民怎么样选他 要用同意来表示 人民的同意主要是选举 所以统治的正当性 是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我们不是民主国家以前 他不是用这种方法的 满清来或者以前哪一个皇朝 改朝换代 死个几千万人是正常的 而且要多少年的杀戮 杀戮完毕以后 谁不服 谁敢不服 你有什么办法表示不服 还有什么办法定期的表示我服 也没有 一直要登登登登登 等到有一天天怒人怨推搬了 那就不服了 那没有之前 他也不需要问你的同意 他的正当性就是他实际上镇压了你 你就得听他的 但是在民主国家不是这样子 你之所以可以统治我 小英你可以叫做总统 是因为我们人民投票选了你 Trump再怎么样大家不喜欢他 但是你不能否定 在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下 他赢了足够的总统选举人票 虽然他没有赢得多数的选举 就是多数票 但是他实际上赢得了足够的 总统选举人票 所以在美国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我认为短时间之内 要废掉美国那个总统选举人制 是很难的 因为在有很多复杂的考虑 跟历史的因素 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但是你不能否定他是总统 因为他确实得到人民的同意 反过来讲 如果有人没有得到你的同意 他宣称要统治你可以吗 好 再下来呢 就是冥想 冥想呢 是for the people 这个政府呢 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人民的利益在哪里不一定呢 你可以说民意如流水 一会向东流 一会向西流 他主张向东流 你得向东流 他主张向西流 你就向西流 你政府的存在 是为了要实现人民的愿望 简单的讲是这样子 那这里会牵涉到 这个我们中国人所谓的 民主跟民本的不同 在这个地方是很很有趣 而且很需要去思考 在孟子里面 明白的说 名为贵 社稷赤之 君为亲 很多皇帝一看到孟子 讲这句话就恨死孟子 所以孟子很难入世 通常把他从孔庙里拿出来 因为这个人太讨厌了 然后又讲呢 喊什么天是自我明是 天听自我明听 不是听皇帝的吗 是听人民的吗 那皇帝是干什么的呢 有一个皇帝呢 看到那个 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 范仲淹啊 范仲淹讲说 那个叫什么 先天下子幽儿幽啊 后天下子乐儿乐 那皇帝很生气啊 这是我皇帝该做的事情 怎么是你们读书人该做 你们如果都这样 先天下子幽儿幽儿 那我不是完蛋了吗 所以也很反感 你看古时候的皇权 他对于这种事情 这么敏感 李登桂最有名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但是我现在请问你 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跟民主有没有不同 藏在我心 谁解释 他解释嘛 他可以这样子自免 我要常常记住人民 常常记住人民 有没有记住人民 是谁决定呢 所以这跟民主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下面给了一个答案 有没有定期来展现民意归区 从而决定政权更替的这种制度 这就决定了民本跟民主的差异 民本我心里面有你 但是我没有给你一个定期表现 同意的机会 他也是我继续统治你 我怎么知道你不耐烦了 没有啊 你们都很好啊 奉调与顺啊 不是吗 顺民啊 做了几千年了 一直做到有一天 原来你们这么反对我 好好好 那我下台吧 那我们民主国家不是这样子 我们有个定期展现民意的方法 特别是定期选举 所以这个牵涉到31号 四字31跟四字261 31号多么的委屈 261号说 这个定期选举 是我们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 这个一定要做改变 好 再下来 立宪主义的当代徘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方面要追求个人的自由 希望缩小政府的权利 政府管越少越好 这个现在这个想法 基本上是Trump的想法 不是吗 Trump要创造就业 减低环保 政府什么都不要管 也不要拿去援助别的国家 美国自己都穷死了 活不了了 等等他一套主张 你喜不喜欢是另外一件事 这是他的主张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是不是也同时 有另外一种想法 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平 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贫富悬殊 我们希望透过国家的公权力 把这个财富分配的比较均贫一点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的立宪主义 因此传统的自由立宪主义 跟社会的立宪主义之间 它是有一种紧张关系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上个学期 有讲过一个案子 在美国1989年很新的 The Dacheney case 还有印象吗 这个是说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个案子里面牵涉到有一个小孩 他因为父母亲离婚 法院把这个孩子 未成年的孩子判给他的父亲 就是归他来抚养 那结果这个父亲居然侵害这个小孩 虐待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最后被打成终身脑残 他的妈妈后来知道了 他妈妈说 法院做了这个判决 然后也有人来举报 说父亲有虐儿童的事情 那么社工单位也来观察 但是社工单位因为没有及时的介入 把这个孩子移除 从父亲的这个手里移除 摆脱父亲的控制 所以造成这样 所以他认为 这是国家侵害了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所保障的人民的自由 在这个案子里面 联邦最高法院的见解是说 如果这个人 是被我国家用权力拿来 强制放在一个地方 比如说关在监牢里 结果关死了 那你可以说是我剥夺你的自由 如果不是现在侵害你的人是他爸爸 不是公权力 所以宪法管不到那个部分 宪法只能用来对付公权力 宪法不能用来对付人民 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 你认为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消极的国家 每个人自己雇自己 国家宪法只是要来防止国家侵害你 只是这样子 这是很消极的 还是你认为宪法要求制定 制定出来要保护人民 保护人民 国家就要负起积极的责任 如果有别的人民欺负了你 管他是流氓还是爸爸 不可以 我要介入 我没有介入 我要负起国家赔偿责任 你们觉得是什么 美国目前为止是比较是消极的 他认为宪法基本上 只能是来对付公权力 不能对付私人的 那么另外就是刚才讲的 这几个所谓的实质立宪的原则 他有没有矛盾 你们觉得民主跟法治之间 特别是以台湾的情况来看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有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 众人节约可杀之 就要杀吗 你们有没有感觉这样子呢 是不是这样子呢 你们看看这个事情 我们先不讲台湾的情况 我们看看下面这几个人讲什么 孙中山先生讲的话是很有趣的 他说宪法是一部大机器 这个机器要调和自由跟统治 太自由了 没办法统治 那完全统治又没有自由也不行 这两个要维持在一定的平衡状态 那民主跟法治 跟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有一点类似性 康德讲说 没有民主的法律是空洞的 没有法律的民主是盲目的 同意不同意 现在在台湾 我们目前碰到的困难 因为我们民主化要求很高 而且大家也很习惯 所以我们认为民意是要这样的 但是你同时要想象 宪法之所以要设置 而且要法律必须服从于宪法 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然后有专门的机关 大法官司法院来解释宪法 就是要保障 宪法所保障的民权 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 如果跟人民多数的意见不一致 那是要听谁的 这是很难的问题 在这里民主跟法治是非常紧张的 上一次我曾经举过一个马上要发生的例子 已经看到公告了 3月24号大法官就要举行延迟辩论 针对什么案子 同性结婚是否合宪 或者是否禁止同性结婚 是否违宪 看你要怎么讲 这样的问题要做审理 那如果照一般的规定 正常的情况 内部有规定 相关的法律 进行细则的规定 开完延迟辩论以后 两个月就要做成决定 所以324开 可能524以前 就会做成的解释 但是 现在立法院是不是正在辩论 有关于同性结婚 到底要怎么处理 立法院现在还没有做成决定 那现在请问你 是大法官可以 在立法院做成决定之前 先做成宪法解释吗 听得懂吗 在这里是谁要优先于谁 是不是应该民主程序要先行 民意机关要先做决定 这是他们的权利 也是他们的义务 他们做了决定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决定 有没有抵触宪法 所保障的价值 还是你觉得不是 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民主国家 我们是法官治国 是大法官治国 大法官说宪法是什么 宪法就是什么 大法官说宪法上 说可以结婚就可以结婚 不能结婚就不能结婚 不管你们民意机关说什么 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 现在我们很少碰到这么尖锐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现在就不 不晓得怎么搞的 就弄成这么巧 那520当然有很敏感的意义 那这个我们不讨论 是不是在520之前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说呢 民主跟法治之间呢 特别是违宪审查本身 它是有一种紧张的 在美国来讲呢 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 以后还会再讲到 这叫做 Counter Majoritarian Difficulty 反多数决的困境 以美国来说最清楚 联邦最高法院9个老头儿 9个老头儿是终身子 现在死了一个对不对 现在马上要补一个 这9个人 有没有人选他 没有 有没有民意基础 可以说也没有 严格来讲没有 那么为什么 这个9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人 可以说 我们在解释宪法 然后一解释的结果呢 就把435个众议员 多数通过的 再加上100个参议员 多数通过的 两院多数通过的 总统也是民选的 也不反对 也通过的 那个法律给他宣告违宪 你们哪来的权利啊 你们凭什么对抗 我们这么多数人的决定啊 那这个不是吗 那他现在能跟你讲的就是说 宪法高于法律 但是宪法的规定 我们上学期 讲了一大堆人权的规定 是不是都很简约 很抽象 很需要大法官解释 所以你这样解释也可以 那样解释也不是不行 有多少事情是直接写在宪法里 很有限 那你可不可以说我的解释 就是最终局的决定 然后我可以完全不要去考虑 民意机关的意见 那这个国家如果是这样子 也许我们非常法制 非常合乎宪法的 这个违宪审查 但是民主到哪里去了 民主的程序要怎么体现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 它是有种紧张的 一方面多数民意 所通过的法律 原则上是统治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 只有在法律被大法官宣告 抵触宪法的时候 它才是它的界限 但是这两个 有一个先有一个后 或者是你们觉得无所谓先后 这看要怎么理解 那在这个问题上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 就是现在4.3 这里面列的这篇文章 你们可以书 有书 你们可以自己把它拿来看 那这个是比较讨论复杂的 这个牵涉到二元民主 跟一元民主 用英国跟美国来做对照 就清楚了 英国因为一切强调是国会至上 那国会就代表人民 那所以国会通过的法律 没有任何机关可以宣告他违宪 即使他现在有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也只能退回去给他 请他再考虑 不能直接宣告他违宪 这是一元民主 二元民主 像美国这种情况 它是两个不同的构造 一般的人民选了立法者 由立法者代表人民 通过法律来统治人民的行为 日常生活 但是重大的情形 他有特别的机会 才可以去修改宪法 宪法定完很难修改 然后他要求法律不能抵触宪法 所以它是二个 两个并行的轨道 有一个轨道 是人民自己做的决定 有一个轨道 是人民代表做的决定 人民代表做的决定 人民代表做的决定 不能抵触人民自己做的决定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这是二元民主 那这个部分呢 也因为有这种想法 所以才会有宪法修改的界限问题 美国没有一个任何的宪法 明文规定 说哪条不能修改 但是你看讲义4.3.2 德国的基本法 79条第三项 明白了讲 哪些哪些哪些 是不能修改的 法国第五共和宪法 89条也有讲 虽然讲的比较抽象 但也有 那么在台湾呢 最主要的是大法官499号解释 这个499号解释 是我们上课学期开始十六讲的第一个解释 就是从那里开始 好 499我们今天也有 下一位麻烦请念499 再来复习一下 好 所以是正式的宣告那个宪法征修条文 抵触宪法二十五条 因为这里讲的是代表 国民大会要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 那么你现在是由政党代表 人民没有参加政党的义务 人民有不参加 人民有组织政党的权利 参加政党的权利 也有不参加政党的权利 你不能强制说 你谁叫你不参加政党 所以你代表性不见了 你不能这样讲 而且政党代表只听政党 实质上只听党主席的话 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几个主要政党 没有一个政党比例代表 是经过党代表大会投票的 都是他排的 他说谁就谁 不是吗 还有很多派系喬来喬去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可以代表人民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 宪法 如果照当时那个宪法征修条文通过 我想今天的宪法 已经不是这个面貌 至于你要问我为什么 那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 他为什么要这样修改 因为这个牵涉到苏南城的秘密 他已经走了 谁知道他哪有那么大的胆 提这个修宪案 那他为什么要提这个修宪案 后面是有什么考虑 为什么好端端的国民大会代表 有一部分大部分用选的 一小部分是政党比例代表 不行 一定要把它全部改成政党比例代表 听党的话 这是什么道理 这总有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只是没有人讲而已 好 那么征修条文 这个里面的规定 你看这里面和黑字第二大段 他要强调的是 你必须要遵守于选民的约定 他这边牵涉到的是你的任期 你原来说我选你是六年 就是六年 你不可以自己在任上 六年不够我做十二年 十二年不够再做十八年 可以吗 那这样的话 这个宪法就没有办法来拘束 成为所有人的宪法 那所以这个变成了 你虽然是修宪的机关 但是你的修改宪法 有没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这样讲清楚吗 其他的我就不念了 那比较重要的是721解释 721号解释 下一位麻烦你念一下721 这是牵涉到修宪以后 针对宪法征修条文 又有人来申请解释 大法官在这里采取的立场 跟我的立场有点不一样 这里牵涉到比较深层的理论问题 究竟是民主优先 还是法治优先 好 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第一项及第二项 关于单一选取两票自制 并立志政党比例代表习制 及政党门槛规定部分 并未违反现行宪法 那已存立之自由民主宪政程序 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就是 499号所宣示的 宪法修改界限 只要你不要抵触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它就不会违宪 抵触了就违宪 所以他现在问的这个问题 一共是三个 第一 我们现在立法委员 是不是单一选区 两票制 而且两票并立 有区域立委 然后呢 也有政党比例代表 第二个政党比例代表的席次 是不是太少 要不要增加 第三 政党要分配的门槛 要5% 获得选票5% 这是不是太高 所以小党都进不来 好 这样的问题 是属于修宪的人 制宪的人 他在宪法的制宪 修宪上的裁量 还是宪法要求 不可以这样子 大家问大法官 大法官在这里 多数意见 你们看得到他认为 这个没有抵触 宪法修改的界限 对于这个结论 我本身并不反对 但是呢 有个论理上面 我有点不同 所以你们看一下 下面我写的部分 协同及不同意见书 18页那里 下一位 注意这个字 跟刚才不一样 这是国民复决自己通过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宪法修改的程序 已经改变了 从由完全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 替我们决定 到现在由立法院来提案 要人民自己公投过半来同意决定 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情况 499号讲的 代表我们的机关 所能做的修改宪法界限 跟我们自己做修改宪法 有没有界限 这能够摆在一起谈吗 我认为是不行的 好 往下 这样听懂了 我们人民自己修现 我认为应该没有界限 只有人民的代表替人民修现 他应该有界限 你不能遇过我对你的要求 那不然的话我们人民 如果自己说要改变 不能改变吗 我是在想 这就是我刚才讲 你是民主优先 还是法治优先 法治优先包含宪法优先 你现在讲说 宪法当中有些规定不能修改 是以宪法为优先 所以你多少人都支持都不能改 那我的意思说 你这样讲 是指人民的代表 来修现的时候 他应该受到这个界限 但是我们毕竟是 国民主权国家 我们人民当家做主 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宪法修改 怎么还会有界限呢 这个界限从哪里来呢 好 如果你说我不能修改 那没有关系 我不修现 可以吧 你挡还是挡不住的 我讲的意思有听懂吗 这是我在这个理论上面 跟多数意见的一个差别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差不多都到这边 最后我们看看 五 有关于立宪主义的要素 有一个学者 叫Lewis Henking 他做了下面这些提问 你们看看 他所问的这些问题 在我们宪法 是不是全部都有 你每个框框 你都可以打勾看看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成文宪法跟不成文宪法 英文呢 是written constitution 跟unwritten constitution 但是你不要从字面解 成文宪法 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法典 像我们这样叫宪法 然后把所有的规定写在这里 但是不成文宪法 并不是说完完全全都没有文本 不是这样子的 像英国的大宪章 它本身有羊皮书 它有文本的 只不过呢 它可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有一些所谓宪法的规定 它不一定是那么明显的 放在宪法典里面 比方说英国国会里面 有很多义式的规定 它很重要 而且也很难修改 大家可能也会认为 它的价值相当于宪法 所以这个成文宪法 跟不成文宪法 不能传纯从文艺上来解 第二个呢 刚性宪法跟柔性宪法 英文来讲呢 是entrenched constitution entrenched就是很硬的 不能动的 那这个通常是指 要修改宪法 机关跟一般的立法机关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国民大会 跟立法院是不一样 立法院只能立法 不能修法 不能修宪法 修改宪法原则上 要经过国民大会 即使是立法院 174条 提出宪法修正案 也要经过国民大会复决 终极的 还是国民大会要决定 它是分开来的 其次你看程序 立法的程序 通常是过半数 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你看宪法 但是你看宪法 刚才想修宪的程序 不管是以前 还是现在 深修条文的规定 都是要极高的门槛 意思就是让这个宪法 维持在很难改变的情况之下 让它维持一个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柔性宪法就没有这样子 像在英国 你这个宪法跟非宪法的界限 本身因为它没有成文 没有一个明文的法典 它就不清楚 那第二个 它也没有特殊的机关 说这个不可以经过国会 基本上都是由国会来做 那这个柔性宪法要修改 就容易得多 但是我们现在 绝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成文宪法 现在要找不成文宪法 正是少之又少 大概顶多两三个 英国是一个 其次 如果是成文宪法的国家 大概绝大部分是刚性宪法 不允许宪法随便被修改 以维持宪法的稳定 当然要维持稳定到什么程度 这是可以讨论的 那么最后的学师策问 也是你们今天最关心 也是老师最难回答的 那我们就跟着走一走吧 中国的民族宪政 所谓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道路何以如此齐驱 你们觉得齐不齐驱 好不容易抗战打赢了 这个国家免于被日本人统治 免于灭亡 然后说要制定宪法 制定宪法还没开始施行两年 大陆就丢掉了 那你看从丢掉以后 大陆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宪法 它的宪法还不是我们讲的 实质意义的宪法 不是立宪主义的宪法 那我问你为什么这条路 现在我们今年是民国106年 讲起来是有点惭愧 这个理想已经奋斗了106年 还没有完全实现 至少在大多数的中国大度 还没有实现 那这个跟我们传统文化 欠缺支撑民主宪政的公民美德 公民美德是一种政治道德 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是大家值得去讨论的 换句话说 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少了什么 还是没有什么 或者是哪里漏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发展不出来这种东西 如果你认为要发展的话 第二个呢 现在呢要依据宪法来施行民主 这个里面有很多观念的问题 在台湾也可以想一想 人间有净土吗 有没有绝对的公平 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大家只能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 一步一脚印地做 有错要改 要弃而不舍 法治不可能一天完备 每天能完备一点 一点也都不能放弃 要慢慢慢慢地创造一个 适合人间居住的社会 只能这样子 那个过程当中 大家有不同意见 但是要唾弃暴力的手段 今天马英九在国外 我今天中午听到的新闻 没有听得非常清楚 他有对中共喊话 基本上是希望 两边的中国人 要比以前的祖先有智慧 不要用打杀的方法 来决定国家的监督 那我们之所以 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就可以用 非常文明的方法 每几年定期的一次选举 来决定政权要不要轮体 你不喜欢Trump 没有关系 忍耐个四年 最多四年 你就可以把它改变 如果他做得不好 他就会下台 做得再好 也有任期的限制 那不必要再用杀的方法 大家可不可以用 理性思辨的方法 用属人头 来代替打破人头的方法 共同来决定 这个政治的体系 以及公共的事物 要朝哪个方向前进 两岸现在 在这件事情上 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 那么两岸 海峡两岸 同样经历过 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 一样的 在1949年以前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在台湾 最后 我们能够很成功的转型 成为一个民主政体 成为一个民主政体 是一件事 并不表示我们的经济发展 比较好 也不表示我们的政府统治 比较有效率 这是另外一件事 好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已经可以维持 并且用很和平的方法 来移转政权 而中国大陆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一党专政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就牵涉到 对面这个习近平先生讲 他要发展中国梦 要圆中国梦 那你们觉得中国梦 是不是应该只限于经济 吃饱了 强大了 站在国际上 有声音了 只有这样子 那国内的人民 他的想法 能不能获得的充分的尊重 这个宪法将来 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各位怎么样 享受这个宪法 提供给各位的福祉 要不要珍惜 还是应该怎么样 这个就给各位自己来做决定 今天我们上课到这边 下礼拜见 拜拜